数百人在日本和台湾反对普京总统 2月26日居住在东京的数百名乌克兰人、日本人和俄罗斯人 走上街头抗议残酷的战争 并呼吁普京总统停止与乌克兰作战 一名参加了东京抗议活动的28岁俄罗斯妇女说 我强烈反对这种行为 我所有的俄罗斯朋友都不支持 我讨厌现在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 人们还举着反对战争的横幅 表达了对普京的愤怒 58岁的泽田与妻子一级参加了抗议活动 他说我敦促普京总统停下来 恢复理智 此前2月25日 台湾台北市也爆发了反战示威 一名叫安迪的游行参与者说 我认为东欧的新发展将影响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会看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反应 来计算未来对台湾的行动路线 虽然俄罗斯不是台湾的主要出口市场 但行政院院长杜廷畅于2月25日上午宣布 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蔡英文在台南市的一次讲话中重申 台湾和乌克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她说台海是一道天然防线 台军的进步让台湾对其维持安全的能力充满信心 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感谢观看